据《非加罗报》消息 宵禁这一新的防疫政策在实施的第一个周末 法国民众普遍遵守 几乎没有人刻意去违反 这在法国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巴黎 里尔 里昂 马赛等大都市从上周末晚9点开始 街道上空无一人 在社交媒体上 人们分享空荡荡的街道 并将其与3月份的封禁进行对比 警察局公共秩序和交通局局长帕特里克·卡伦表示 晚上9点街道上基本都是空荡荡的 他相较于之前的情况补充到 根据禁闭的经验 他对这次新的防疫措施持乐观态度 巴黎人都积极配合宵禁 新的措施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内政部长吉拉德·达曼宁表示 从第一天宵禁开始 警察等相关督察人员严格执行督察任务 虽然绝大多数民众主动遵守该规定 但警察们还是在过去两天进行了数次罚款 其中 里尔的警方表示已起草28份报告 与此同时 仍有小部分民众对宵禁发起抗议活动 上周五有反对宵禁的人们在巴黎街头游行 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马赛周六宵禁时间后 约有一百人在街头抗议 抗议内容包括对疫情专政的指责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 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上考食材 非洲民厨烹制 逆制酱汁 挡不住的诱惑 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 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每位酬兵 佳瑶刘客 马里布黑鸡 巴黎最有名的黑鸡在这里